我造成这些伤害的就是他严惯的 日前台湾前主播屈凯利召开记者会 控诉其前夫严先生对他进行殴打 并试图用枕头闷死他 去年的12月19号 严先生跟我发生争执 一路把我从客厅推到我的房间 他很用力的帮我推到在床 用他的膝盖把我怎么压制住 他就拿记忆事教诊 沿住我的口鼻 我当时候没有办法呼吸 也没有办法出现 我曾经以后我要死掉了 我要控告严先生去杀人 薛凯利口中的严先生 就是任职东森新闻部副经理的严贯德 两人结婚九年 薛凯利自称结婚一年后 他时常发现丈夫在电脑上 跟女性的暧昧对话 因为有了女儿 薛凯利一直忍受 直到这次的家暴行为后 薛凯利最终选择 于今年五月结束这段婚姻 我连现在想到 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恐惧 将来我不排除 我要通告严先生 去杀人 薛凯利在记者会上表示 离婚后前夫不准他见女儿 并展示女儿被强行带走 而大哭地拍摄视频 忍无可忍的薛凯利才准备向法院提起诉讼 并且此时他找到了一位重要证人 就是曾与前夫关系匪浅的简小姐 二月一号天神饭店的晚间 他真的亲自告诉我 他曾经企图用枕头要闷死妻子 甚至在某一天的早上 他打电话再送完女儿上幼儿园之后 打电话亲口告诉我说 真想把薛小姐给掐死 当记者随后电话采访 事件另一方当事人言贯得时 对方简单回应了一句话 凯利真是过分到极致